对方刚才讲的 现在民众党真的是乱成一团 乱成一团的中央将刚才讲的 蔡碧如也出手了 他现在就抱怨 我们知道 选不是只有选总统 地方的立法委员也选 立法委员基本上某种程度 也是在帮总统扛教的 两个是命运共同体 就要说 怎么我们地方的立法委员 在去申请经费的时候 有一股力量 把我们去挡住 完全不给我们任何的钱 那想说是谁 他说就是黄珊珊 说你不要当渣男 你嘴巴讲的跟你承诺的 完全不一样 后来讲说 那只有民众党不给钱吗 没有哦 民进党刚刚讲的收入 跟国民党的收入 他们都有三千多万 四千多万 是给谁 是给他推荐的公职人员 候选人的竞选经费使用的 国民党有给 民进党有给 可是民众党完全吃毒食 完全把它包在自己身上 那你说包在自己身上 很合理哦 没有 其实我跟他们讲 柯文哲跑到财中 理都不理 一毛都没有给蔡碧如 然后呢你去吃大餐 吃好东西 蔡碧如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蔡碧如在选举的时候 大家讲说他真的是阿兴 为什么 因为要人没有 要钱没有 事实上那一段期间 我跟他非常密切的联系 他常常就是抱怨说 我其实也不是要什么东西 我就希望你民众党中央 能够派点人 下来这边来帮助我服选 所以你知道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吗 人没有 钱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他说No 连志工 我跟你讲哦 我在选台中立委 帮忙小潮的 向中央请款 请不动 有一组人却轻易通过 换言之 要人没有 要钱没有 但是各位啊 你会想说不对啊 民众党中央就很穷啊 很可怜啊 不是这样 我来数给你看 来 首先是民进党 民进党的时候 党中央一样 得到了差不多 一亿一千五百九十六万的 政治现金 他们花了多少钱 在地方的政治人物上 来哦 选务支出这边就有六千三百多万 但是光是公职人员候选人 竞选费用有三千三百四十七万 换言之 他就支出了三千多万 给地方的选举的人士 地方的党务人士 去联合应用 而且为什么我还要特别念 前面这条选务费用支出宝 就跟你知道吗 他们会举办联合造势活动 你懂了吗 所以这个选务费用的六千三百四十三万 是我的联合造势 也就是说我今天到台中 我跟台中的立委 我到了高雄 我跟高雄的立委 还有就是我今天有些东西 我就是直接去帮助我的地方公职的 结果柯文哲 什么都没有 你捐了 你等于是募了这么多钱 而且我们这两天可以看到 你募了那么多钱 造型是花不完的 你如果花不完 你还捷御六千多万 如果捷御六千多万 你至少你去支持你的地方的候选人 是有帮助的 全部放口袋 完全没有 来各位我直接给你看 我们分两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是柯文哲 他的总统进取专户 总共三亿四千万 另外一个区块叫做 民众党的政治先进专户 来多少钱 八千四百二十七万 也没救的 来这时候有趣的来了 花在选务支出的多少钱 各位来 零元 零元 完全没有花 那时候没关系 宇轩可能花在别的地方 来 推荐候选人 公职人员 这竞选费用 值多少钱 零元 又是零元 所以换言之 柯文哲没有花半毛钱 没有用党中央花半毛钱 在选举上 在我们讲的 公职人员候选上 结果你知道 我看到许甫这位大哥 这个讲法 我真的是头都痛起来了 我就是想说 你薪水这个别领 他说是什么 他说有啦 我们有支出啊 支出就是我们文宣部 举办很多活动 所以这个开支呢 大概两千八百多万 那大家会说 不是啊 徐甫 我不问你的是说 你为什么不去帮地方人员 普选嘛 什么李友宜啊 蔡碧鲁啊 一堆要选举的人啊 他说 没有啊 因为我们推荐的项目 就是零元 因为我们党中有提名 但没有编预算啊 所以就是零元 柯特哥 你到底在讲什么 不是啊 如果只有你民进党 这样子也就算了 今天人家民进党 有没有给 有给 国民党有没有给 都有给 只有你民进党不给 好 那你如果说 你没有钱就算了 咱们我们看 人事费用 业务费用 民众党三千六百六万 业务费两千八百一十万 你再对比民进党 你的人事费比民进党高 业务费也比民进党高 你的人事业务费开销更大 结果 你说该给人家公子人员的钱 零 宝鲁哥你还没有注意到 最好笑的 来 我跟各位讲 结余一千三百五十六万 万人之 我有钱也不给你 他说我有钱也不给你 而且你不要忘了 总统大选进的中 还剩多少钱 六千万 我宁愿变党九十六万 我就是不给你蔡壁如 我剩一千三百多万 我剩七千三百多万 加总起来 我就是不给你蔡壁如 你能拿我怎么样 所以蔡壁如才会这么生气 蔡壁如才会今天发难 刚才讲到 在台中的时候 只有卢秀燕帮他 只有卢秀燕跟他做联合造势 结果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先就泡打党中央 而且我们还去算了 那如果先这样子 柯文哲有没有去台中 柯文哲有去台中 柯文哲刚刚讲 我们去算了一下 柯文哲有去台中 而且他坐高铁去 坐高铁去以后 他到了台中 还到了一个台中 我现在才知道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叫做庆园村 这个地方去吃饭 庆园村吃饭了以后 刚刚讲 你吃一餐两万六 吃了两万六以后 你还住在一个 比较还蛮舒适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饭店 就你花了这么多钱之后 有没有一毛给这个蔡壁如 有没有一点点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雨露军师给蔡壁如 都没有 柯文哲太过分了 你知道过分了 原本他们是想说 要去台中参加这个 小物实体快闪变 结果没有想到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屏东工厂大 我各位还记得吗 所以他说 我们大家哀悼一天 所以那天不出现了 结果没想到柯文哲 人还是跑出来了 跑出来之后 明明取消了活动 又跑出来 真的变快闪 想说你到底来这边干什么 因为你活动取消啦 结果后来发现 有有有 我们找到了政治现金 终于知道柯文哲去干嘛了 来 112年9月23号 原本快闪的那天 结果呢 他花了两万六千七百零三元 说雨萱 所以他是真的 为蔡壁如付出了吗 不是 餐费 吃饭的 吃饭啦 吃饭红帝大啦 我是红帝 我要吃辣好料 他吃什么好料的 他吃我们讲这个 庆园村 七十年的老店 结果一个人呢 我们讲的 大概六百块以上 柯文哲 夯不浪当 一吃就吃了 两万六千元 结果有钱 拿总统大选竞选经费 浪费两万六千元 点人不知道什么好料 这一项也才三百五百 我们讲的 随便几项 也没多贵 最贵的 你看青葱蜜酱牛 六百二十块 你怎么有办法吃到 两万六千元 而且我就怀疑说 柯文哲根本就专程 去吃这个庆园村的 因为他要当皇帝 皇帝他最喜欢谁 他最喜欢毛泽东 毛泽东最有名的 一首诗叫做 沁元春雪 袭秦王汉武 骚训风采 唐宗寿武 律训风潮 一带天交 沉浸四汗 指示弯宫射大雕 巨王义 出古今风流人物 但看清招 对 所以我们讲 毛泽东是谁 毛泽东 柯文哲一直说 我给你讲 我是毛泽东的信徒 我讲 书办公司里面 挂着一幅 毛泽东的画像 所以你就知道 原来都搞懂了 行程确实取消了 但柯文哲 心心念念的不是蔡秘鲁 心心念的是 我们那间餐厅都订了 还要去吃一下 他想的是 属古今风流人物 但看清招 对对对 所以你身上多残忍 他宁愿吃那顿大餐 也不愿花半毛钱 两千六百块 两百二十块 都不想花在蔡秘鲁身上 那要讲 蔡秘鲁很妙的是 他又贴了 他在整个高台中 继选这样子 家徒四壁 对 因为各位 我们选举过都知道 那时候蔡秘鲁非常可怜 要人没人 要钱没钱 事实上他就自己一个人 靠着一身膝 在那儿走来走去 而且各位你知道吗 刚开始他下去的时候 根本没有人愿意帮他嘛 他是到后来跟谁认识 跟红派的大佬 我们讲张青棠 那个议长认识之后 选举才慢慢开始起色 而慢慢开始起色的时候 终于办了一场大会 那场大会底下 基本当都是红黑派 挺到底 各位你不要忘了 刚才民众党支出是多少 林远哦 所以欢迎是 那整张的 谁你扳的 都全部是蔡秘鲁 跟地方人士搭下去 但是偏偏有一个人 脸皮特别厚 那个人叫谁 柯文哲 柯文哲那个时候 反而人说我要出现了 我要出现了 不用钱的 我终于来 不用钱的饭 我要吃到饭 好所以惠臣 刚才讲的 今天蔡秘鲁出手了 你说这个风波 这个音乐 其实本来就隐含 他内部的一个斗争 当然现在矛头烧下的黄珊珊 跟你说 这是一步一步来的 现在的这个斗争 现在这个风暴 有刚才讲的 有黄国昌的 一脉 有蔡秘鲁的一脉 还有刚刚讲到的黄珊珊 是剑子柯文哲的一脉 是 我跟你讲 现在整个民众党 真的是为了后柯文哲 实在在大乱斗 第一件事情 你要看蔡秘鲁 今天把话讲这么直白 她讲 她说 就是你这个总干事 黄珊珊 你要负全责 不要像渣男一样 然后负责 却又什么都不知道 她后面还帮人讲说 民众党现在有一组人会 害死柯文哲 所以他不是说 柯文哲 你对我无情无义 你叫我上战场去打战 却不给我一兵一卒 却不给我任何子弹 而且我没有在 我虽然就打败了 可是我还活着回来 你有在那边 就是盛情的在款待我吗 没有 连那个尾牙 慕年会都不让我吃 不是 而且今天讲的 我觉得也太悲惨了 就是我们这些 帮你打仗的人 我们帮你去申请款项 申请款项都是no 这个什么no 就是有一组人 帮你说no 这组人是谁 就是以黄珊珊为主 然后他讲说 你不要跟渣男一样 嘴巴讲的跟作为 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记不记得 选后一度有传出说 蔡碧如要回到 那个党中央 后来不是又没有吗 前一截子又有传闻 传出什么 蔡碧如要回到 那个民众党当副主席 后来结果又没有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就是这些东西 你要把这些讯息 全部都连接起来 这连接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这一个所谓的监察院 现在整起的这个风暴 我问你 7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上网了 为什么风暴 没有在7月份的时候 烧起来 是在8月份的时候 烧起来 为什么 因为有人故意 要等到7月15号 立法院修会的时候 才针对整件事情掀开 为什么 因为他锁定的是黄珊珊 他要狙起的对象是 黄珊珊 所以趁休会期间 去修理黄珊珊 黄珊珊这个时候 如果我今天要进行搜索 我要约谈 就没有立法院的保护伞了 是 所以这个整件事情 其实一开始就有人讲说 这个整件事情 不是所谓的 什么谁擦 其实就是民众党的内斗 有人透过媒体的力量 把整个锅盖给掀了 其实掀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锁定的是 就是认为 就是你黄珊珊旗下 这一脉的食乐 那个尼奥 这个体系有问题 然后呢 只是后来大概杀来杀去杀来杀去 变成是说 你那个木可 这个公司 好像变成是科文的洗钱中心 才整个都炸锅起来 那我觉得现在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蔡碧如其实现在已经 锁定的非常清楚 他在8月12号 8月13号的时候 连续讲什么 他还讲到说 这个是不是旁边有人 故意让柯文哲忘了出心 所以他现在其实还一直是 有点还是在帮柯文哲讲话 但锁定的对象是谁 锁定的对象 其实就是剑指黄珊珊 然后除了蔡碧如派系 是剑指黄珊珊之外 现在连国昌 他刚刚讲的陈婉慧 其实也是剑指黄珊珊 所以你现在会看到 反黄势力是以蔡碧如 跟黄国昌为主 但是黄国昌 你看有没有 是否受人影响 受谁影响 对忘了出心 然后我跟你讲 这里面最有趣的是什么 现在就很清楚的是 蔡碧如的体系 跟黄国昌的体系 都是要逼宫黄珊珊 但是黄珊珊这一脉 逼宫的是谁 指的是谁 叫谁当代罪 也不能讲代罪 叫谁出来抵 就是叫端木正 那我现在问你 那到底柯文哲 跟黄珊珊 你认为他们现在怎么样 柯文哲有要黄珊珊死吗 有要黄珊珊来顶吗 其实没有 因为柯文哲今天在受访的时候 还讲了一句 就是人家说 是不是应该觉得 黄珊珊应该辞立委 她说先稳住 先稳住 她还要保护黄珊珊 对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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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两个现在是共犯结构 你如果黄珊珊 我让你连立委的身份都没有 你当黄珊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只能死命的反扑柯文哲 所以这才是变成 为什么柯文哲 他们是共生关系 也是共同毁灭关系 还有一个线索 你们我觉得 蔡威有趣的 我们现在都知道 这个蔡碧如 成立这个制衍公司 可能是为了要取代木可的呗 可是很有趣 因为民众党党党中央的人 人家说 那人要公司登记 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民众党说我们不知道 民众党不知道 蔡碧如拿着他们民众党的这个地址 去登记制衍公司 陈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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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着柯文哲跟陈佩琪 在隐瞒就是整件事情 不让民众党的党中央知道 那换句话说 柯文哲在提防谁 是不是柯文哲已经知道 在整个民众党里面 有人在搞仗 有人在搞事 所以他要开始拉起 陈佩琪这个部分来取代 而且想要铲除相关的势力 好 初培 如果今天刚刚讲的 如果蔡碧如知道党中央没钱 我也不用吵 他说党中央很有钱 刚刚讲的 节余款六千多万 再加上刚讲 你的装潢费用 可以加好几倍 你的录影费用 可以加好几倍 你今天的所谓的餐饮 光是吃饭 可以九十六万 别人不知道 蔡碧如一定都知道 结果你这么有钱 而且今天 柯文自己讲 有两千多万兜不上 两千多万兜不上 代表什么意思 有两千多万的账爆掉了 根本没有发票 根本就可能放在口袋里面了 所以蔡碧如才会火大 蔡碧如火大就代表 整个民进党 这件事情 民众党内部的纷争跟冲突 才会爆开来了 是啊 为什么两千多万 对不上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奇怪的 就是钱出去 但单据却没有进来 这是非常荒唐的 开过公司 或者是在公司上班的人 都知道 你跟会计拿了多少钱 你就要补多少发票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SOP 在民众党号称公开透明 最讲求SOP的柯文哲团队 居然做不到 对不对 昨天还发生所谓的这个 960110这件事情 是他吗 不是查出来吗 对 一个单据是去年九月的 一个单据是今年的单据 九月的单据 去年九月的单据 跟今年的单据 为什么会一起作帐 对 不可能嘛 因为徐福讲说 刚刚一个是960块 一个是110块 因为我一起报账 所以我不小心key在一起 key在一起才变成 九十六万零 110元 可是不对啊 你的时间不同 你根本不可能同时key啊 是啊 有报账的人都知道 你报银索税的账的时候 是怎样 两个月报一次嘛 对不对 所以你去年的九月的账 早就应该要归档了 为什么会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再拿出来 完全没有纪律嘛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是过去柯文哲的 所谓的政治诚信的招牌 完全毁灭嘛 不过我告诉你 蔡碧如因为之前呢 包含她去担任 这个所谓的不分区 甚至传出讯息 她要挑战柯文哲 这个党主席的这个位置 让柯文哲跟她越来越远 后来让黄珊珊取而代之嘛 那取而代之之后 黄珊珊绝对知道 蔡碧如的手段 写低子非常凶狠 所以她就把她驱除租境 让她离开的这个位置 那蔡碧如有没有想要趁这个时间 回到柯文哲身边 回到民众党中央 当然有嘛 她想回去 当然想回去 而且她现在出招最狠 蔡碧如最知道柯文哲的灶门是什么 是钱嘛 是钱嘛 你对柯文哲重视钱 柯文哲也重视身边的人 不可以乱搞钱嘛 所以你看哦 现在传出来是什么 传出来是去年在台南封街造势 花了475万 郭国文出来讲说 我们民进党也办了一场啊 2000多人 跟你封街的那个 那个评数 差不多也是都2000多人 我们只要不到20万 你为什么要花475万 而且这个厂商是谁 这个厂商是黄珊珊的好朋友 尼奥办 所以蔡碧如从这个点出手的原因 就是要去拨弄柯文哲 对黄珊珊的信任嘛 要去拨弄柯文哲 告诉柯文哲说 黄珊珊有恶搞哦 有搞钱哦 所以不要再信任她了 可是呢 是 可是呢 柯文哲有没有中计 有没有上传 没有嘛 所以柯文哲就是刚刚讲的 柯文哲继续护航黄珊珊 他今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不要添乱了啦 人家问她说 那个黄珊珊 辞掉中央委员之后 大家好像都不满意 是不是要叫她辞立委 辞不分区立委 她说不要添乱了 所以今天蔡碧如再讲重话 再讲说你根本就是政治渣男嘛 你根本搞不清楚嘛 所以她非要让黄珊珊去植不可 是 没有错 而且你看她包含也集结了陈婉慧 陈婉慧是谁 陈婉慧是过去民众党放在宜兰选立委的人 过去她是民众党党团的主任 党团的主任跟谁配合最好 跟蔡壁如最好 所以她今天 她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 也出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 黄珊珊要负全责啦 所有的仗就全部她搞烂的 所有的人都在猛攻黄珊珊 但黄珊珊能不能走 黄珊珊会不会走 我告诉你黄珊珊不能走 黄珊珊也不会走 就如刚刚所说的 黄珊珊是等了多久才当上立委 她在议会当了二十几年的议员 好不容易现在总算让她当上立委了 才当了一年 你要叫她下来 而且你这一次叫她下来 她是政治生命全部都没有 她会不会跟你拼 会嘛 而且甚至现在 不只黄珊珊 还有人开始要切割李文中 李文中是蔡壁如之后 掌握柯文哲 所有的金流 所有的人脉 最重要的一个人 如果柯文哲身边的人 现在开始斗争 这个李文中跟黄珊珊 让黄珊珊跟李文中离开 我告诉你 民众党就整个灭党 因为他们如果变成她 可不可以 我不认为是柯文哲 能够承受得住的 现在最大的大戏都在了 都在看民众党的中平会 民众党的中平会 会不会取消黄珊珊的这个党籍 或者是把它停权 停权以后 她的不分区就没有了 如果黄珊珊的不分区没有了 整个民众党内队的权力 就会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会吗 民众党明天上午11点钟开中平会 中平会就一个议题 就是黄珊珊跟李文中 其实通通没有别的议题 那这个议题的处理很简单 就是到底开闸到什么程度 那今天当然柯文哲 用主席之尊 在门口已经讲话了 那讲话 那民众党的委员 这中平会有七个委员 会不会通通听柯文哲的 我也不知道 可能有各有各的想法 可这个党不是柯P党吗 柯P党可是这个部分 中平会这个部分 他们现在本身也看柯P很衰 柯P在倒霉鬼的时候 所以柯P讲话在党内会不会一定有效 也不一定 而且明天的处理的话 据我们了解的话 他就是在表决 他表决里面的话 在表决结果如果说黄珊珊是表决被开除 我们就开除了 开除可是 要不要解除这个立法委员的身份来讲的话 中央党部可以摆得不动 可以拖延时间 他可以拖 那问题是你要倒过来看 是谁主张把黄珊珊跟李文忠 移送中平会 柯P 是柯P交办的 因为他党内有程序 主席可以交办 那主席交办的时候 当时的心态里面 要不要开除黄珊珊是有要有这个想法 真的假的 当然是有想法 不然他丢这个东西出来干什么 他在愤怒之下丢出来了 他本来认为他昨天就被收押了 你知道吗 他昨天一看 不是今天 所以他觉得今天又呼吸了一口气 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然后就回到刚刚这个慧珊讲那个逻辑 什么逻辑呢 他们互相有共犯结构嘛 如果从我柯P嘴巴里面把你开除掉了 你一定又变成第二个会计师嘛 端木 他变成这个这个这个端木杖 对 搞我 对不对 你一定要搞我嘛 因为黄珊珊对柯P的杀伤力更大 对 因为他三大案他都有份 黄珊珊是三大案的 台北市就有了 对 三大案的共犯结构嘛 他每一个案子里面 只要有副市长签的大部分他都有签 那我也讲很坦白嘛 黄珊珊 沈静晶跟柯P三个都好朋友嘛 这金华城跟黄珊珊怎么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光让柯P想到这个 这个他们一起三个人在一起那个图像 柯P那个眼睛可能要眯成更新一条线了嘛 所以黄珊珊知道 在两年当中知道有太多柯P的秘密嘛 那柯P不是他妈妈讲的说我们儿子很乖啦 都不会去品学兼优啦 他妈妈不了解柯P嘛 柯P确实有犯法的事实嘛 他没有犯法中华民国法律有办法把他犯贪污 公司对条例办下去吗 不行 有可能收押吗 不可能 都不可能嘛 所以这个党的品牌整个全部 他的存亡都细于一念之间 完全跟柯P百分之百挂钩嘛 当这个柯P出事情的时候 党就崩盘了 其实谁当党主席 谁怎样谁怎样都没有意义了 蔡碧如也没有意义了 所以黄珊珊会不会一起去坐牢 会不会一起变被告 不知道 但是黄珊珊的能量 政治能量 一夜之间也马上就丧失了嘛 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这手动 你知道吗 因为九月份以后立法院开议 立法院开议这个会期什么会期 要审查什么 预算 预算会期嘛 你知道吗 一定要把民众党干掉嘛 干掉你这八个立委你敢动吗 不敢了 你表决你这大声讲话 偷笑都没有用 对 你们现在大家 你说蓝白盒就没了 现在大家是今天以前的民众党 当柯P收押以后的民众党 大家给你吐口水嘛 因为未来的起诉书里面 会有更多内容出来 现在都是我们的推论 或我们看到有些边缘东西 未来会奴隶的 起诉书会讲得很清楚嘛 就算不起诉你 也有讲说你弄多少钱 为什么不起诉你嘛 大家这时候都不要跟他 去比口水大战 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是原来他 我确信他要开掉黄珊珊 但是现在他没有收押以后 那有一点变化 那这个变化今天晚上 我了解 还在处理中 这个新闻 我觉得我非常惊讶的是 蔡比如居然退出了 民众党的群处 我们要讲 这次整个民众党 最让我感动的 就是他们这些 等于说开疆辟土的人 特别是蔡比如 一个人赤身的 到了最难选的中医选区 结果呢 打下了一片江山 对于这个所谓的蔡西藏 造成其重大压力 你不是讲说 阿伯没有输吗 民众党没有输吗 你阿伯拿了三百六九万票 你今天的这个立法院 不分区的席次 拿了八席比 五席多了三席 可是蔡比如 她居然就静悄悄的 一个在刚刚讲的 十二点十四分 凌晨十二点十四分 一个在上午的 十点五十六分 就退群组了 退群组之后 黄珊珊怎么讲 黄珊珊 我不知道她有退出的消息 碧如姐 是民众党的重要资产 保留这句话 真的太恶毒 太阴险了 看起来像是在捧蔡比如 对不对 她说哇 你很重要资产 保留你知道她的 真正的文艺是什么吗 她是在跟蔡比如讲 你生 是民众党的人 你死 也是民众党的鬼 你休想跑 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 连讲这句话 理由很简单 因为有另外一个消息 另外一个消息说 蔡比如打算接台中市的副市长 这完蛋了 她这是在做什么动作 把蔡比如抹蓝 蔡比如刚好 她是退出两个群组 不是一个而已 一个叫做支持者群组 一个叫做党团运作群组 但这件事很怪 因为蔡比如早就不当立委很久 大家知道她从论文案之后 她就已经死了 所以你这个时间 你去退出立委群组 说不通 如果你要退出立委选举 你应该在你持续立委 立委职位的时候 就退出来了 对 而且与此同时 蔡比如退出的支持者群组 也有大量的人 我们会讲 数以百计 同步的退出 所以代表民众党内部 现在真的出现一个分裂的问题 但你说好 那这个时间点 你去把蔡比如 往卢旭恩那边去送 你去把蔡比如抹蓝 然后就感觉起来 好像真的她要去投奔敌营了 这时间 你做这句话 到底是要做什么 所以她其实理由很简单 到底这个消息 到底是谁放出来的 不是台中市政府吗 理论上是台中市政府嘛 对 我们会常理就说 市政府要试水温嘛 我泡一个人士 然后看看各位这个做法 行不行的通 结果马上被台中市政府打枪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台中市政府直接做一个动作 我立刻发布新闻 公布两个新的副市长 他告诉你说 我卢秀燕做事情是这样做的 我今天要推出什么人 我不会给你放风声 所以去找赖淑慧跟郑兆熙 对 而且他还有给他封号 一个叫做事务官 一个叫做年轻人 换言之他再跟你讲一件事情 这件事跟我台中市政府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好有意思啦 天哪 你今天把这个蔡碧如头衔闪至你 把他孤身伸入了这个狼群 然后呢 你对他不闻不问 你对他所有的资源都不给他 甚至在安排柯兵的 这个所谓的助选行程里面 还故意拉掉了这个碧如 最后 还有人 一把刀 刺向他的背后 保利跟你讲到重点 这叫断他后路 他不让你跑嘛 所以今天不管这个到底消息是真是假 不管蔡碧如跟卢秀文 有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 都随着新闻曝光 完全化为乌有 已经终结了 我可以跟各位保证一件事情 第一个 这个不是国民党放的 第二个 也不是卢秀文放的 所以只剩下两个人 有可能 一个叫做民进党 你说民进党弄蔡碧如干嘛 当然有意义啊 因为今天蔡碧如能够 在台中第一选区 打下如此战功 挟的是什么 我有民众党年轻票 我有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奥元 如果把你往蓝那边送 未来这些年轻票 恐怕蔡碧如都会先扫一半 但最有可能是什么 党内 他就讲一句话说 我跟你讲 这个国民党 他有卧底的嫌疑 我们要小心他 今天民进党挑战他 民进党有卧底的嫌疑 我们要小心他 透过这个是什么 挑战忠诚度 去指引了忠诚度 好 浩世 其实这件事情 我本来也觉得很单纯 怎么突然跑出了 第一个 蔡碧如退出两个群组 然后又传出 蔡碧如要去当台中市副市长 然后台中市 马上把两个副市长名额弄出来 这中间真的比我们想起来 更复杂吗 我跑新闻那么久 我从来没有看过 否认人是按否认的这么快 对不对 他又不是一个很差的人选 如果是一个很差的人选 我马上出来 没有这个人 我没有笨到这个样子 不是一个很差的人选 为什么否认这么快 台中市政府在讲说 蔡碧如不是我在玩你 不是我在玩你 我如果要玩你 是 我要玩你 你就多拖两天嘛 风在 台中市政府这个动作 是讲给蔡碧如听的 如果是我要玩你就 子弹在吹一吹 大家子弹在飞一飞 风吹一吹 人选好 我就用人选不好 都不用 这常规操作嘛 对不对 今天这个是不正常的操作 就马上跟你讲说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在炒作这件事情 我没有在玩你 那蔡碧如在退群伏这件事情 蔡碧如 我这样讲 蔡碧如 刚刚讲说 雨萱讲说 国民党来的 民进党来的 蔡碧如是台大医院来的 他是一路跟着科幣到 没有蔡碧如没有民众党 我就这样讲不过分 你一路跟着他到市政府 然后到立法院 论文扯到一点点不干净 你叫他辞职 他马上就辞职 马上就滚蛋 对民众党的牺牲奉献 而且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 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的敏感度 他为什么在这时候去退群组 对不对 他当然知道他一退群组就是大新闻 就是大家都 当然啊 对啊 为什么退群组 就是很简单嘛 我已经被听到非常非常外面 心灰意冷了嘛 对不对 才会在这时候去退群组嘛 那我也没有要马上跟卢秀燕干嘛 以后如果怎么样 我觉得卢秀燕这处理也好 以后怎么样 以后再说 你先把你前面那一段 你斗不斗的赢这些人 斗不赢的话 你如果认输 想要另起如造 我们再来谈 你现在这个状况 对你也不好 对我也不好 讲白了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 黄山之后 现在你从蓝白河到现在 就是非常非常pure 讲究纯粹性的那个方式 在经营这个党 就是不是朋友 就一定是敌人 这种打法 我觉得很恐怖 假如武董刚才讲 有些国民党立委 想要跟他们合作 你试试看吧 什么时候把你跟他对话 全部都念出来 你就知道怎么死了 你说他什么都可以卖 过去这段时间不是这样吗 他们前一阵子不是才把 才把跟国民党的什么东西 都通通通翻出来吗 他柯文哲也是一样啊 韩国瑜市体下不是这样讲的 你国民党的人 如果心存侥幸跟他玩 你就试试看 而且我跟你讲 你今天韩国瑜讲的话 你韩国瑜如果敢跟他谈 我跟你讲 你保证你国民党内 自己的票都开不出来 柯文哲要把蔡壁如找回去了 昨天民众党在开一个会议 在讨论民众党要不要胜副主席 你可以感觉到说 其他所有的事情都不重要 万事莫如必如急 赶快讲说 把蔡壁如找回来 而且担任中央委员 而蔡壁如也讲 他也去看了柯文哲 但是他一讲 他说在看柯文哲的时候 他连柯文哲的办公室 在哪里都不知道 代表两个人 就很久没见面了 可是在很久没见面的时候 他马上感觉到 柯文哲的这个所谓的悲伤 他的无助 他讲说 他现在还在否定期里面 他一直相信 他会选上总统 代表他周边的人 过去这段时间都在呼噜他 过去这段时间都在骗他 让这个所谓的柯文哲 看不进现实 在看不进现实的时候 现在才要承受 这么大的一个伤痛 而现在他唯一能够相信的 居然又回到了蔡壁如吗 宝姐 现在是柯文哲 最脆弱的时候 最脆弱的时候 他环顾整个党内来说话 宝姐 他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 党内没有人会安慰我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跟我说 我民调是第二名 要紧咬着这个赖心得 我看来这个年轻人 只要多投票之后 我就是第一名 就没有啊 第三名啊 那你们跟我说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不但是柯老三 对 还差很多 所以党内有人会去安慰他吗 没有 不敢 因为他们是骗他 每个都战犯 不敢去安慰他 好 不敢安慰他之后 他现在想到一个什么局面 保歉 未来最重要的这个战场在立法院 我理事立法院 现在呢 黄国昌跟这个黄蝉生 两个人呢 已经这个变成是立法院 两个太阳 他们目前为止来说 两个都要要欲试 我怎么办呢 我面对他们两个这个 这个柯文哲他很喜欢的时候 找一个人来跟他们互相牵制 那谁能够跟他们互相牵制 蔡壁如 找到蔡壁如 所以为什么昨天呢 民众党本来说要政治副主席 不重要 我们先弄个中央委员 那中央委员是谁 蔡壁如 找回来啊 为什么 因为蔡壁如对我实在太好用了 我跟你讲 保歉 那因为为什么选举完之后 我竟然没有人敢跟柯文哲讲真话嘛 没有人讲真话 所以没有来安慰他 但是蔡壁如说 我回来的时候 去跟这个柯文哲讲了 结果柯文哲说 我还安慰了柯文哲的情绪 因为我知道说柯文哲还处在否定期 保歉 谁能够看出来他处在否定期 党内没有人看得出来 只有蔡壁如知道 因为他说 当时叫什么 柯文哲所有的民调都告诉他是第二 而且他从钢山开始觉得 这个造势场一场比一场热 他就很有信息 对所以你知道吗 而且蔡壁如跟他相处那么久 他可以知道说柯文哲现在的心情 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把他安慰了一下 就是说他现在处在否定期 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好 所以现在想确定的是 蔡壁如即将要回到 这个民众党的党中央 而且接下来他可能会被 这个柯文哲用来怎么样 除了这个继续帮我打天下之外 还用来牵制黄国昌 跟牵制黄珊珊的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我们看到柯文哲宲你讲 我们一个小党 一个没有资源的小党 可以撼动 让这个蓝绿两边皮皮刷 他觉得很开心 可是他现在发现 真正进到立法院的时候 他拔剑事故心茫然 我最相信的黄国昌 说一个立委可以抵五个的 结果他出了第一招 就变笑话了 对也就是说 事实上你现在怎么牵制黄国昌 怎么牵制黄珊珊 我跟你讲 党内里面还有一个人出来 但是现在党内谁最有力量 我跟你讲 就是蔡壁如 因为为什么 因为蔡壁如这次经历过 地方的这个选举 你黄国昌你是中央 你是这个不分区 你不分区的江湾 是我们一起打下来的 战功是什么 对但是最大战功 目前为止 民进党里面 民众党里面 绝对是蔡壁如 因为他跟这个所谓蔡其商 票只有差一点点 而且这次在台中的选票 民众党开的不差 所以你要说 真的有战功了 蔡壁如是有地方的战功 他要跟你呛呛 现在也不是没有功劳 跟你呛下 现在柯文哲居然讲到 科学理性物词 他一直在相信说 他会赢 刚才讲 所有的民道都说 他是第二名 而且他说造势场合 里面都是人三人害 他非常的有细心 但问题是 等到输掉了以后 他就去开始 他有面对现实吗 没有 他说他没有办法 弃绝弃继保 他还是觉得 年轻人的投票不够高 而且还讲说 是因为当天 很多人要上班 完全都跟事实不符 如果要科学理性物词的时候 有人就去精算了 没错 精算说年轻人的投票率 到底有多高 你才能够当选 还有 你跟第一名的差距 到底有多么巨大 对 没错 我们就讲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来说 柯文哲真的走不出 这个败选 为什么 他选择目前的 这个检讨里面来说 他并没有说 承认我自己不对 或者说 承认我自己 努力不够 不是 他说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拒绝弃继保 然后这个冲高投票率 那我或争取更多年长者的认同 都是我跟金融团队 必须努力的方向 然后他说的就是 因为我们的年轻人 投票率不够高 对 不够高 就是太低 而且因为年轻人 他说这个投票率 只有七成一 结果不如预期 可是七成一不算低了 对 上次只有六成六 这次七成一 然后他又说 就是因为年轻人 投票不如预期 所以我们民调不准 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败选也是这个样子 好 但是呢 就有人来跟你说 好 你要所有年轻人 出来投票 都投给你 这样好 我们用你民进民众党的 内参的民调里面来说话 他们20到29岁 还有30到39岁的 内参民调 那2029 7成2的支持率 赖清德17 然后侯友宜这个9.8 我们用这样去算 然后如果假设是88的投票率 还有100%的投票率的时候 保险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柯文哲跟赖清德的比较 他怎么样也赢不了赖清德 你说你就算是年轻人 100% 对 共产党都没有100% 是 没错 你100%出来 你还是输啊 而且还输了 约莫斯80多万票 这个还是在误差范围之外 所以你再怎么统计 旁边的是怎么骗他的 是怎么怪米汤的 所以为什么他现在会进入这个 没办法接受的状况 因为他从头到来 我跟你讲 我相信他一定觉得非常high 为什么他觉得 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样的资源 你看从岗山那一场 然后台中 越来越多 那凯刀那场 三十几万 他们那天怎么说了 哇 我们线上线下 也跟我六十几万人同时在线上 六十几万人 你一人拉个三票四票五票 我们就赢了 他那天还说 只要年轻人投票率85% 我们就赢了 我当时我也觉得他真的认真 觉得他会赢 他当时的感觉 真的是这个样子 只是说开出来不如你的预期 好 再补充一下就是 你就算说 我们的这个投票数达到88% 刚刚讲 你就算88% 你能够赢谁 你能够赢侯宇 而且赢一点天 你跟赖清德 还有很大的差距 你就算是100% 你是539万票 你外地外边是611万票 你还是输啊 所以他现在等于是 没办法接受他输了 那这时候他很脆弱 很脆弱 就需要蔡壁如 而且他讲说 那我们四年后 本来以为说 我现在输了 我四年后可以卷土重来 我四年后卷土重来的时候 我还会赢 不过有人算了 四年后 就算这些第一次投票 进到有第四投票 全部都灌给你 你一样输 对 因为只有80万张票 你再怎么灌进来 还是输吧 而且还有教授说什么 你说四年后 第一次投票权的这些人 就算全部都加了 全部给科批 他还是输 而且还有人说什么 反正这四年里面 有些原本的科粉 会转变成科黑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就反正是科黑 所以不会那么多票 对 无中讲 他们长期做民调 刚进来的 的确很多的科粉 可是你进到40岁 就开始变科黑 到了50岁60岁 就全黑了 所以现在为止来说 对柯文哲来讲的话 你看他既然选输了 没关系 没在拼立法院的这一局 结果没想到拼立法院 这一局的时候 15号嗡嗡嗡 这个八个立委 提出一个什么法案 然后说你们蓝绿来 谁跟我谈 现在没有这一步了 你现在连这个院长 跟副院长 副院长你都拿不到 因为双方现在 江启臣跟这个韩国瑜 要竞争搭档 另外一个蔡其昌 跟尤锡坤 要竞争搭档 所以没你的份 两边都说 你要来你就来 不必来 不必来 所以现在要立法院长 也没有了 而且非常尴尬 你刚才讲 那八个立委 等于说东风吹 战鼓雷 提出了四项的 这个策略 四项的要求 要求蓝绿两党来做答案 蓝绿两党完全不立 不立了以后 连柯文哲自己都出来了 其他两党具体回应 我们对国会改革的一个诉求 就今天 我都回答了什么 我就找了江启臣 今天很清楚 我当然知道 柯文哲在干嘛 柯文哲很简单 他不是在对我们在诉求 他不是对这个社会做诉求 他不是对蓝绿做诉求 他一样 他这个影片 是给他的小草的 给他的小草说 我们被夹杀 我们被夹杀是因为今天蓝绿没有符合 我们的改革要求 我们要改革可是被蓝绿阻挡的 好吧你就继续骗 你就继续唬 可是刚刚讲到的 这个世界真实总是会呈现出来 对你说网络世界 跟这个真实世界是不一样 他在真实世界里面 他就是玩不过蓝绿两党这些老江湖 大家都知道你在玩什么 你可以去跟你的小草这样讲 没有问题了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他现在真的走不出了他的世界 因为他的世界 走不出他世界 他认知他就是第一名 那认知说你们蓝绿两党 都要听我的立法委员的这个状态 所以说他只能在他的虚拟世界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都不是真的时候怎么办 他就陷入了否定期 否定期之后 蔡壁如就是他安慰他 他才知道 原来你才是跟我讲真话的 而且他现在感觉到说 这些立法委员为什么这样说 保险 我跟你讲 蔡壁如是从头到尾都一直跟着他 虽然说这个所谓的柯文哲 把他踢走 有一路 你说你就不会赢了 你去外面 但是这样 现在我叫你回来 你还是忠心耿耿 但是我跟他讲 现在大家周边的所有人 全部都是从别的阵营过来的 要嘛就是叛将一些过来的 他对这些人会真的有真心吗 没有吗 他对老陈都不是那么信任 你觉得他对这些新人会很信任吗 所以这种不信任感的时候 我觉得大概过一段时间 大家就会爆发出来 那怎么办 这时候他需要一个 忠诚的执行他命令的 你觉得黄国昌会忠实执行他命令吗 黄山山会吗 这时候蔡壁如是最好一个人 我可以忠实地呈现 我要的命令 由蔡壁如来执行 而且我跟他讲 柯文哲就是嘴巴会很会说 但是你说真的执行 他会执行吗 要蔡壁如执行 蔡壁如才能执行 他才能够干很多事情 才能够由蔡壁如来做 你说柯文哲是 要讲一棍子 要做一堂旗 对 他很会讲 然后很会营造这个美梦 但是你说真的能够做的是谁 当然是蔡壁如 而且他现在怎么样 他现在也知道说 你知道这一次为什么卢秀燕 他们把蓝颖的 有要把他找 把蔡壁如找不过 发现他真的是个人才 现在柯文哲也发现 真的是个人才 而且把他放过来的时候 你知道还有什么样的状况吗 他是这一次蓝白盒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我把他放进来的时候 对蓝军或多或少 还似乎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力 所以来讲 事实上对目前为止来说 我觉得柯文哲算盘打得很精 他一定认为说 这时候把蔡壁如找回来 是对我最有利的一个方式 董事长 你今天早上特别提醒我 有两件事情非常地关键 第一件什么 今天我们刚刚讲到 今天的这个韩国瑜 已经找了江启臣当他的副手 你这很清楚 蓝绿两党就像你预估的 没有人会去跟白的合作 蓝绿两党都把门关了起来 而且现在虽然韩国瑜讲说 我们现在我们的副手 我们的副院长 虚习以待你可以进来 可是那根本就在呼嚨的 现在很清楚的门关了 这个就代表 你现在你对你的小草 你可以民粹 你可以呼嚨 可是你进到立法院 碰到这些老狐狸 你就一筹莫展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是 他知道他的状况了 他知道他的问题了 他知道这段时间 别人都在骗他 都在糊弄他 所以说蔡壁如 回到柯文哲的身边 将是一场 腥风血雨的开始 对 是一个新的开始 今天我看到蔡壁如 这个说法 我吓了一跳 我才了解到 现在柯文哲 实在的状况 因为柯文哲的情绪 还在否定期 换言之讲 他目前他还成立在选举的 这个余波荡漾中 他没有走出来 对 他没有走出来的柯文哲 我就完全搞懂了 你看了没有 他写文章攻击我 对 对不对 然后他也对立法院提出四点 四点策略 对那这些都是属于 那种很不实 很虚幻的 非常虚幻的 很不实在 很跟现况脱节的 一些的一些现象 所以换言之讲 柯文哲现在在否定其的幻想中 他还没有回到真正的 现实的政治生活 那这个时候蔡壁如的出现 是有助于辅导他 快点走出来 脱离他现在的困境 他有这么 这么困境 因为你要选总统 保洁我看过很多人 有很多人失败 就会承受失败这个事情 这个很困难很困难 孙明德不是讲过一句 最简单的话 接受苦难意 那还有一种 这柯文哲一辈子没有失败过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重大失败 但他没有办法接受 而且他真的没有骗人 他讲的话 我现在我完全相信柯文哲 他真的相信他会赢 他真的相信他会赢 因为选举的人到后来 我告诉你一句话 许信良有一次选总统 你记不记得 他也相信他会赢 许信良都相信自己会赢 对啊 这个是 可是你的想象 你的信念 你的决心是一回事 可是数字就是科学理性务实 这个数字你也不像 数字怎么会做到 你都是第二名呢 这个选举这个事情 是让人家会产生非常多的 Illusion 非常多的幻觉 因为当你看那么多小草包围 那个热情洋溢 那个热浪过来 那个大进场 那整个时候 你根本就完全非理性了 你以为你在 你以为你在吹齿 你用你的魔笛 你用你的指挥的双手 指挥的群众 其实不是的 所以群众带来你往地狱里面 谁面里面跳 你不知道啊 因为太 那个情感太丰富了 所以不是讲一句土话吗 一句老话吗 对不对 杀君马者 不盗盘而也 所以不是你被你这些呼喊的鼓掌 的声音所迷幻的 然后你开始 就是弃接而亡 但是这就是处在否定期 走不出来的柯文哲 才是现在的真正的柯文哲 因此我们在讨论什么 立法院那场这个都多余的 当柯文哲没有走出来之前 2月1号之下的结果 就不会有结果 但是这八个人会不会重要 八个人不重要 柯文哲才重要 柯文哲也不重要 也不重要 2月1号以后 他已经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的空间了嘛 对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推论柯文哲 后面会有什么2026啦 2028啦 还有郭正亮讲说他们会有选出100个 100个立员啊 乱讲一通 都不知道这个就是菜不如最精神 他个人还在那个否定期当中 好 那问题是我们要谈一个比较健康的说法 到底这次选举柯文哲发生什么事情 柯文哲对台湾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冲击 这个要很冷静的面对 很简单 柯文哲算不算成功 算成功啊 当然算成功啊 他一个人 敲动蓝绿两个大砖头 扣狼啊 两个大人被他干挂 他拿的票 是把蔡兰兴的票拉下来 也顺便把侯友宜票拉下来 他一个人害两个人嘛 因为赖兴兴原来估计是600万嘛 挂掉了嘛 侯友宜估计也是600万嘛 也是550以上也挂掉嘛 就被他一个人害了嘛 那凭什么有这个害人的能力 有这个坏事的能力呢 为什么 他有他的魅力啊 他有他的魅力 好 我现在讲了 讲了柯文哲的心法 今天如果国民党跟民众党 民进党不学会的话 那这个郭真这样的讲的话 就可能成真 我现在把他的心法 介绍给所有大家听 他里面有个关键人物 就是他的不分居立委 有一个人是战国策的董事长 他手上有一堆网军 他有一堆网军在那边可以利用 他有长期培养的网军 好几万人 柯文哲随便写个屁东西出来 那个两百个人不会看嘛 他一弄了两万 造成一个假的绅士 然后后面就会变 真的会变成绅士 由虚变实 由假变成 这是第一招 第二招 他柯文哲是唯一的一个 这是雨萱教我才知道 你叫雨萱解释更清楚 柯文哲是台湾唯一的一个政治人物 精心用力 在投资上亿的经费 在哪里的 在TikTok 在短影片 他短影片吃遍全台湾 对 他的第一名 我也有 可是我是自然的行程 他是刻意经营 所以在短影片的时候 跟谁接触被频繁 青少年轻人 高中生 20到29 他们20到29年 年轻人看什么 看30秒钟的东西 你在侯友宜讲了30分钟 谁要看你啊 赵超康以为自己现在很有魅力 你讲5分钟 没人要给你看 谁知道赵超康 30秒 30秒决定输赢 柯文哲生 那30秒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当然是胡说八道 对不对 这不能骗嘛 每天可以说给你送粮嘛 然后30秒 那个我们以前叫做 这叫碎片型思考 它这不是碎片 它根本是一粒 那个是个空气嘛 对 那完全是假的东西嘛 所以30秒钟的宣传 才是这一次他成功的关键秘密 所以现在各党的领袖人物 包括我在内 我现在开始要进入 你要进入 我当然跟他干啊 对不对 我先把他抢一半过来再讲 我一定要破到他2026的可能性嘛 那我怎么破他 我把我的柯黑 在我的TikTok里面 在短影片里面 我要在一起之地啊 大家来抢 这个抢完之后 柯文哲就回去 屏东或是新竹 当医生 我饭腾好吃 贵臣 刚才讲到 现在柯文哲 万事莫如必如己 开的会的时候 要不要讨论副主席 没有了 赶快把这个找回来 搞了半天 过境千返 他发现他最能够相信的 这个时候 默然回首 灯火栏杆处 他就发现 他最能够相信的 真的只剩下蔡壁如吗 只有蔡壁如 在跟他讲真话 前一代谁要都被呼隆的 被灌米汤 灌到他跟蟹子都脱结 害他现在走不出来 但问题是 如果蔡壁如被这样对待 他干嘛回去啊 对 其实 我跟你讲 这是所有的癥结点 因为我就心里想说 如果我的老板是柯文哲 如果我是壁如姐 我被人家这样呼资责来 汇资责去 论文出现问题 他也不保我 一早把我踹开 说杀就杀 然后补上谁 补上长公主 然后补上长公主 之后明明他已经 当完不分去 这一次要去选立委的 应该是谁 也是长公主 为什么是我壁如去 很简单 因为壁如看着柯文哲 他某一种程度上 他的那种感恩之心 是非常重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 感恩 感恩什么对不对 你说 这所有的人 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 只有蔡壁如 对柯文哲感恩 是 因为某一种程度上 你也可以说 柯文哲改变了蔡壁如的人生 我刚刚去稍微 扫援了一下蔡壁如 他的过往 一些上官的采访 我才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碧如姐 他其实是可以 会讨厌的人 但是他家庭非常 就是清贫 所以他是屏东人 他屏东客家人 然后他念书 念书 他其实有机会是考上女中的 结果后来他妈妈说 我们到他散起来 你也有一技之长 你去念那个护士这盒书 然后结果反正就访到之后 才发现 他小时候家里多穷 你知道他妈妈 他们是种那个蛟笼 什么的 然后有一次台风 他们都泡在水里面 所以就代表着 他们家完蛋了 因为没有办法收成 结果他妈妈竟然带着他 一度到了台边 然后就发愣 那什么意思 其实他妈妈想带他去巡短 他家有四个小孩 为什么只带他去巡短 为什么 记者就问他 他就说 因为我们家重男轻女 我们家男丁一定要留下来 我的姐姐年纪已稍长 他可以照顾其他的小孩 简单来讲 他是差点被妈妈就是 因为那时候状况一时脆弱 所以他差点是这样没有人生的 他是可以被牺牲的 他是可以被牺牲的 所以他其实就后来 列上了那个护专 他上台北嘛 那上台北的考经的 好不容易靠自己的立案 考经台大医院之后 他也是个小护士 那就当了六七年 后来来了谁 柯文哲 他就是一个 那个菜鸟 那个住院医师 人家就介绍他跟蔡壁卢 没有想到两个人一拍即合 所以从那时候就不断的 一直跟随着柯文哲 然后包括在叶克摩团队 他也是他最重要左右手 难怪柯文哲讲过说 他就是一个小护士 没有我的话 他怎么可以在医生前面 教他们怎样用叶克摩 我当时觉得你是完全看不起 这个所谓的 瞧不起这个所谓的这个蔡壁如 可是反过来讲 蔡壁如是真心感情 因为你我真的才可以在台大这个殿堂 对这些台大的医生 教他们怎么用叶克摩 而且你知道吗 他真的十八百五亿都是自己学来的 他会看超硬波 他甚至有些医生要请他帮忙去看诊 如果真的人太多的话 所以你就知道蔡壁如的人生 真的是因为柯文哲的一个情况之下 慢慢转变 还有最重要一件事情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呢 其实是从小就有那个先天性的心脏病 所以他儿子七岁的时候动刀 然后动刀 其实我本来以为是柯文哲帮儿子动刀 就也不是 柯文哲不会开刀 不会开刀 对 后来柯文哲就去看 全程帮他看 帮他看他儿子开刀 然后最后他儿子 抓出来之后呢 就是他就说 那个他那个蔡壁如的儿子 要有那个电坛 比较保暖什么什么的 结果后来那个负责人忘记了 柯文哲因为这样 就很生气 骂说你们怎么没有在那儿 然后就挂电话 所以在那个时候 那个蔡壁如有觉得 他把我的儿子 像是看待他的亲人一样 在照顾 不是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他在台大住院的时候 就得到了柯文哲 很好的照顾 其实我们一般人 得到医生 很好的照顾的时候 我们都会感念一辈子 是 然后所以呢 所以我们刚提到蔡壁如人生转变 他本来是可以被牺牲的那个人 结果他现在可以在医院 医师前面 去做很多的事情 第二个 他最重要的儿子 也因为柯文哲的关系 所以这还有一件事情 柯文哲MG149 在2014年那时候 不是爆发很多吗 一大堆的事情 那时候就是 所有的账单什么的 柯文哲讲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你们去 所有人要去查 去找蔡壁如 因为他什么 就没有错 蔡壁如人到了记者会现场 让记者问到宝 所以在那个时间 他都知道 对 从那个时间点 蔡壁如就是柯文哲 从台大医院地下室 爬出水面 然后一路一路从政上 最重要的伙伴 但是这个伙伴 在柯文哲开始发达了 然后开始变成两任市长了 然后开始变成党主席的情况之下 他忘了他 因为他身边有太多的一些 战狼小姐姐们 然后有太多的其他人进来 所以他那时候被冲昏了 忘了他这个 有了新人忘旧人 是 所以在那个时候 就是他就把壁如发配 别人降到什么什么 但是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柯文哲 竟然因为一个民调事件 真的被蒙蔽在里面 他被蒙蔽 所以经过这一役 他才发现一件事情 只有二三十年前 三十几年前 跟我一开始 从小医师一路走出来 一路这样爬过来 然后一路到现在 还对我不离不弃的蔡壁如 才是我这一个 不管是在职场 任何战场上 最需要重的对象 好 宇雪 当然今天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韩国瑜突然的丢出说 他要跟江启成 当然有人讲说 他把副院长的位置 虚位以待 所以我可以接受民众党 这到底怎么来解读 为什么他今天要丢出这个东西 难道他真的还是寻求 跟这个所谓的蓝白合作吗 还是说 现在所有的这个风云变换 让柯文哲很确定 他在立法院已经使不上力了 韩江沛这一招 是完全把民众党逼出原型 首先你要了解到 国民党的立法院 是现在的权力核心 应该是在谁手上 是朱立伦手上吗 还是说有谁可以决定说 韩国瑜跟江启成抽在一起 我们会保证没有任何人 只有当事人可以 对吧 因为现在立法院的主体 就是立法委员 所以显而易见的 这一次所谓的韩江沛 是韩国瑜也好 他们自己个人的意志 所以你仔细看 韩国瑜发完脸书之后 江启成马上出来 而且闭口开口 完全没有提到任何的党中央 完全没有提到立法委员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上菜 这道菜是同时上给国民党看的 也是上给民众党看的 就是我看你要如何回应 而且保育人要仔细注意 他中间有一个用字潜质 非常重要 叫做搭档搭档韩江沛 他这个叫什么意思 双进双出 要嘛就是我韩国瑜跟江启成 一起当上政府院长 要嘛就是我们一起当阳村立委 但有一个前提就是 除非民众党 你民众党愿意来 这边跟我接球 但讲白了 保育哥这句话是废话 你知道什么吗 根本不可能发生 他说我欢迎你民众党 来跟我合作 你来提报人选 但民众党有一个问题 保育哥他说要什么 四个承诺 四大诉求嘛 那你没有回应他 四大诉求之前 他哪有台阶可以下 没有台阶 不给台阶 对吧 他这种脸给你贴上来 人家会笑 他笑死人 有位置你就不要诉求了 你不是讲好说要诉求 你再打分数吗 所以果不其然 民众党给了一个 吸反射的回应 这个回应就叫做说 跟各位报告 我们希望 蓝绿正部院长的候选人 能够对我们的四大诉求 提出他们的说法 我们再来参考衡量 他还是要打分数 但是民众党没办法 他已经把自己困住了嘛 所以韩江配方的突显出 他一个困境嘛 他当他困在这边的时候 各位 我讲一个道理 你就懂了 立法院 郑副院长的投票 不是像你所想象的那样 他是上午先投院长 下午再投副院长 宝贵你知道 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吗 院长投出来的时候 副院长就知道会是谁 会变成这样嘛 因为我早上 如果今天是出来是谁 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叫尤锡坤 一个叫韩国瑜 如果出来韩国瑜代表什么 代表白选之人 决定要广然宁靠拢 或者他们放弃 放弃之后 他还要连续放弃两次哦 不是放弃一次就好了 因为第一轮投票的时候 他有个猫腻 第一轮投票是 只要你没过半 对再投一次 进入到第一轮投票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是 第二轮投票 最麻烦的是什么 他变成是只有两个人在上面 投两名 就是你选票前两名的 才能进入到第二轮投票 这时候民众党的问题出现了 问题就是他只能选两个 一个叫韩国瑜 只能二选一 那不然就是选游锡坤 不然就投费票 对所以这是国民党 最担忧的地方 因为当他只剩下 韩国瑜跟游锡坤 可以选的时候 民众党他可以有个主张 猫腻是在第二轮 第一轮他当然可以投自己 讲的高风亮节 都在不懒一声尘埃 我们有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坚持 那第二轮他可以说 我不愿意浪费我的投票权 对于韩国瑜 黄国昌 请问投不投下去 黄国瑜 黄国昌我们先打一个问号 陈兆斯呢 我根本保证 他一定投不下去了 黄珊珊呢 还有黄珊珊 黄珊珊有慧闷呢 这时候会不会反而是 在第二轮的时候产生变盘 非常有这样的可能性嘛 所以你仔细听老柯的讲法 很有趣哦 老柯是不是 骂了一堆黄国昌 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说你这个 布侯而冠 哎呀 你这个韩国瑜 凑在一起呢 你们这根本不像是 正副院长的样子 但他有补充一句 他被问到绿白盒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要看他们 要不要起义而归 哦 这四个字 你自己要不要过来 非常重要嘛 那起义而归的时机点 会在哪里 起义而归 第二轮投票 对 当然是第二轮投票 绝对不会是在第一轮嘛 第一轮 我跟各位保证 我在那边保证 民众党一定投自己 但是到了第二轮的时候 会不会起义而归 拿韩国瑜当剑 把说我们真的投不下去 韩国瑜 我们是不分颜色的 我们只选人 不选党 游席坤有经验 对我们来讲 旺之四人均 所以我们冷透 偷给游席坤 完蛋 那这样一出大戏就结了 那老柯的起义而归 这个条件就出现了 起义而归是什么 上午 你支持我的游席坤 中午有没有时间可以运作 要有时间 很简单吧 只要三个字就好了 老柯就过去问他 投给谁 讲三个字 黄珊珊 下午马上民进党 第一轮投票 全部灌进去 绿白盒结束 这才是整个韩国瑜 他凸显出来一个面貌嘛 因为当他一直聚焦 在一个东西叫 四大诉求 各位别忘了 蓝白之间有更强烈的诉求 有更强烈的愿景是什么 三大愿景 我们要政党轮替 我们要联合政府 我们国会要联合一起组成 监督执政党 但现在 这个四大诉求 变成一个遮羞部了 各位想一下 联合政府跟所谓的听政权 哪一个重要 国会联合在野 监督政府 跟所谓的立法院长 所谓的财务要公开 哪一个比较重要 对不对 政党轮替跟人事任命权 哪一个比较重要 所以显而易见的 民众党现在只是 拿着这四项诉求 以拖待变 而拖到最后面 真正的目标 真正的目的 当然是什么 保留绿白盒的可能 你觉得他们还是要绿白盒 当然 可是如果他们跟绿白盒 他以后怎么站在绿的对面 如果没有办法 站在绿的对面 他以后还能够讲 下架民进党吗 对 所以这个就是 民众很厉害的地方 因为他们的说法 总是一变再变 各位 我们退回半年之前 那时候蓝白风风火火 你都还觉得民众党 是下架民进党第一品牌 而事到如今 说没有啦 新民进党 新潮流不能跟民进党 划上等号 对哦 这是关键话 他把这个伏笔给铺下了嘛 民众党 民进党不可以跟新潮流 划上等号 游锡坤是新潮流的吗 不是 郑国辉 那请问蔡其昌是谁 新潮流 所以蔡其昌下去 黄珊珊上来嘛 游锡坤黄珊这样不就解了吗 我跟民进党合作 我不跟新潮流合作啊 所以这是案盘嘛 那老柯有没有骂过黄珊珊 没有 老柯有没有 只有骂黄国昌 对 他只是说你不要给我丢黄国昌 这个人出来 我跟你输赢 我跟你拼命嘛 那这问题是这样合作 民众党得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当然有代价嘛 代价就是他们已经招力过 坐票风波 已经招力过民调风波 党内的支持度 已经年轻的支持度 已经遭受挑战跟质疑 而如今如果他们连原本 最根本的诉求 也就是我要监督民进党 我要下架民进党 这个东西都可以舍弃的话 这才是他们前所谓的挑战 问题在于说 民众党想换到什么 能换到什么 你以为新潮流是吃素的吗 好 所以金平 没有想到立法院这么复杂 你今天在外面搞民粹 搞得富富活活 可是搞到了立法院 这些财狼虎报 就踢铁板了 所以绿白合作 如果成型的话 照这样的话 国民党他就要开批第二战场 那个第二战场 就是从立法院的政府院长 抽换到八个委员会 召委 跟程序委员会召委 立法院有八个委员会 财政经济内政交通 教育文化 司法法治 外交国防 跟社福未还 还包括程序委员会 程序委员会 有十九个委员 在依政党比例产生 那这些委员会的招委 都是有很大的权利 因为你要排案 排那个议程 排案包括这个讨论 这个法案 还有包括专案报告 公听会 还有法案就审查了 审查的部分 这才是实质的 民进党跟民众党 不是没有合作过 我就讲 以前的好几年都不要讲 我想去年 2023年上个会期 因为一届立法委员 四年任期 四年任期有八个会 四年有八个会期 一年有两个会期 就像学校的上学期 下学期那种概念 那去年的上个会期 民进党跟民众党合作 结果民进党拿了九席招委 国民党拿了六席招委 然后民众党拿了一席招委 当然到了下个会期 就是前半年 选举年 选举年之后 民众党改成跟国民党合作 民进党的席次 招委席次 拿了少一席变八席 国民党增加一席变七席 民众党还是有一席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还是有关键力量吗 民众党跟谁合作 那个党的 那个招委席次就可以增加 可是这一届未必 为什么 因为这一届 国民党 五十 加那个高金素媒 跟陈昌明 五十四 那民进党五十一 那民众党八席 民进党跟国民党 都超过五十席上 在这个八个委员会的 这个招委 常设委员会招委 肯定可以两边势均力敌 都可以拿到招委 因为民众党只有八个 他只有八个委员 他顶多一个委员会塞一个委员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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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两个五党级 一定是跟这个国民党合作 那如果今天 民众党没有拿到招委 会怎样呢 民众党没有拿到招委 那他就没有办法 排相关他们想要排的案子 刚刚雨昕讲了 他们这一次喊出来 国会的四大诉求 你会变成泡椅 什么都排不进去 包括程序委员会 你都没有掌握到的话 你程序委员会是可以退案 可以退议案 那你通过程序委员会案子 才能送进院会一堵 所以两党可以完全排除 或忽视 我只要蓝绿兼臂青野 蓝的选蓝的 绿的选绿的 那这样子 每个委员会八个委员会 刚好蓝绿各一个 那这样子是不是蓝的八席 绿的八席 民众党一席都没有 你凭什么跟人家争 他会这样干吗 到时候立法院正副院长 你就这样看 一旦 当然民众党可能 到时候因为 如果立法院照刚刚宇先讲的那种 这种状况是非常可能发生 就在蓝颖里面 不是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 我觉得现在最妙是 现在蓝跟绿都不相信民众党 所以在想象的时候 都是用最极端的方式 以国民党立场 这两天的声音是说 全总统大选的时候 已经被柯文哲放了两次鸽子了 不想再被放第三次 不是 另外有个新的发展是 本来蔡壁如已经被发片边疆了 本来对他已经不闻不问了 可是昨天 整个民众党在开会的时候 说要把蔡壁如找回来 不但是找回来 还给他一个重要位置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经过这场大选之后 他才发现 原来只有壁如跟我讲的是真心话 真的假的 真的 所有围在他身边的 包括战狼 侠雪姊们 每个人都告诉我 我们是做二人忘义 那你赢了 那你赢了 那一定赢了 一直跟我催眠 对 一直催眠我 文成武的一统江湖 是 结果没有想到 原来只有人一个人 所有这么多的民众党的云云中心里面 只有一个人跟我说真话 就是蔡壁如 而我之前不相信他 我还把他发配边疆 而且我把他发配边疆 让他去 像小草上 野草上 没有想到 这一株野草活下来了 而且已经慢慢地 快要变成 那个卢秀燕这个部分 已经扎根了 他快变卢系了 他快变卢系了 所以现在柯文成开始恍然醒过来 第一个 原来只有壁如 一直以来跟着我 从那个台大地下室爬上来 一路陪我慢慢 爬向总统府之路的蔡壁如 原来只有他对我是忠诚的 他跟我讲的是真话 我怎么可以不信任他 他现在突然请过来 所以又把壁如给招回来 所以你这样看吗 而且蔡壁如在接受访问 他讲怎么样 我回到那个 我回到那个 因为我太久没回来了 我连柯文泽的办公室 在哪都不知道 是他说我很久没去了 结果后来柯文泽跟他讲说 那你知道我办公室在哪吗 曾几何时 他不知道柯文泽的办公室 十几年的蔡壁如 被他在大手一挥丢在台中之后 结果现在 又叫你回来 结果他要回来 我跟你讲 我还蛮佩服壁如姐这个人的 人家把你呼资则来 挥资则去 他也是要回来 要回来 要回来啊 要是你就不回去了 我回去我就拿石头丢了 拿石头丢他 我马上宣布退出民众党 加入国民党 因为是国民党的那个 那个卢秀燕 帮我在这一场仗打那么漂亮 可是没有人家 毕如姐到现在愿意回来 而且人家有问他这个问题 问他说你会不会退出民众党 他说他不会退出 然后现在柯文泽 要怎么弄他回来 而且他奖励我让我蛮感动的是 你需要去开张屁图 我就去开张屁图 而且我在台中这个地方 我就好好的守着 好好的守着柯文泽的选票 如果你今天从台中 开票的结果 蔡毕如是真的在台中 把柯文泽的选票 雇得好好的 我跟你讲 其实现在就讲 为什么柯文泽 要把这个毕如这一席给稳住 或者是说这一个位置给稳住 因为很重要一件事情 如果你让毕如姐继续在那边 他久了 他真的对你欺欺吗 欺欺之后 他就已经不是民众党的毕如的 他就变成是国民党的毕如了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着你这个民众党 在台中插了这个旗 没啊 没啊 而且你看他这次选票开得这么漂亮 你说未来台中 民众党多提几个议员 是不是有可能多上几个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思 还有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呢 他现在旁边是谁 是黄国昌 是黄山山 这双黄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的DNA是什么 刺钱老板啊 他们这两个人把钱老板或是说把之前的东家都是刺干骂金用完就丢了 所以那个柯温泽现在会吵 会怕 会怕 所以他不是这样很相信他们双黄吗 但是经过这一次他发现好像不能那么相信 所以他现在很有趣哦 本来是黄山山开始是他最任用的人 结果他就找了一个黄国昌过来盯着黄山山 然后现在他就发现整个局面这样子 在逗得起来的情况之下 他又把蔡碧如希望把它弄回来 变成是他们中央选举委员会的中央委员 这代表什么意思 螳螂捕蟹 黄雀在后 所以形成这样子彼此监制 彼此监督的情况之下 所以柯温泽才能安稳继续做他民众党党主席的一个位置 但是说到这里 我还是最佩服碧如姐 那有人可以忠心到这个地步 叫你走就走 叫你来就来 然后他还是毫无怨言 还安慰了柯温泽说 他现在是处于一个不定期 董事长 你看他们这几个最熟悉的 当时卢秀燕 就是说蔡碧如到那边人生地步 手完全没有认识 他讲说民调开始是怎么样 蔡奇昌49 他只有16 所有人都觉得你不可能 他就去拜托卢秀燕 卢秀燕只问了一句话 你的竞选总部跟柯温泽有没有连接 你们是联合还是分开 我们就分开 分开代表什么 你被拨 丢包了 你跟我没关系 你就自求深入了 卢秀燕才说好 我来帮你 结果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真的自己 我觉得让我最难过的是 他说回到这个所谓的办公室的时候 柯温泽在哪一间办公室 他都不知道 我觉得蔡碧如跟柯温泽有三十多年的关系 那三十多年的关系里面 基本上是一个科匹 就是柯温泽医学教授 柯温泽医师跟这个叫做蔡碧如护理长 两个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基本上是属于一种祖福关系 那这种关系从谷到亲 不太容易拆散 拆不了 那蔡碧如也不是笨蛋 蔡碧如你看他很柔和 你知道吧 在蔡碧如在这些人 在所有这些人 心境在所谓的这个柯温泽旁边 都是蔡碧如过去的班底 都是蔡碧如找进来的 柯温泽跟他们不熟 是哦 柯温泽怎么会跟人家关系 柯温泽在台湾没有朋友 没有没有 他唯一的朋友可能就是蔡碧如 蔡碧如会回来的理由是什么 这理由很简单 就是这八个立委到底怎么搞他们 柯温泽照不住 柯温泽懂这个党团运作吗 不懂吗 当然不懂 柯温泽哪里懂 柯温泽立法院立会运作都不一样 不懂 所以蔡碧如回来的工作 就是帮这个柯温泽签制这八个立委 这指挥这八个立委 签制 我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连结嘛 所以我认为他有可能给他一个职务 然后兼立法院的党团的一个主管 这才是他真正的功能 因为他在 因为他可以 因为这个两个彼此互相对抗 他们有个结抗关系 然后他又可以直接通报 否则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已经断线的风筝 就飞出去了 柯温泽有一个优点 他下手很重 如果说你黄国昌敢背叛我的话 他敢不敢开除他党级 敢不敢没有理由开除党级 对 这就是柯温泽厉害的地方 黄国昌不懂 你想想看 他再怎么样 他是ICU的这个所谓的老板 ICU的这个负责人 ICU负责人 他说那个签的器官 我曾经看过他 我也曾经被他吸引过 我也看过他那十八分钟 心脏血管都没 心脏什么都没了 我还觉得 他是想签你心脏就签了 他想签你的肝脏就签了 他如果连心脏跟肝脏都签了 他还有什么不敢签的 对 我都不敢 你叫我签个脚趾头 我都会发抖的 对对对 不是这个你会发抖的原因 你赶的事情跟他赶是不一样 好不好 不一样 所以柯文哲会赶这个事情 但是他对立法院他不懂 他没有know how 所以他需要蔡碧如这个know how 蔡碧如现在回来的目的 就是牵制这八个人 管理这八个人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 因为这个人是蔡碧如专场 对啊 那蔡碧如这个专场 那蔡碧如何乐不为啊 所以为什么会形成第二段的故事 他去安慰他 然后分析他现在属于这什么棋啊 哀伤棋 悲伤棋 痛苦棋 否定棋 否定棋 那么让高深的这种精神科的术语 都跑出来了 就两个人谈到已经是 换言之上非常的深入了 他能够分析到 目前柯文哲在否定棋 这样就这样就有道理了 他就变成是柯文哲现在的心理医师了 当然是啊 他是心里的依靠 心里的屏障嘛 所以这就可以合理解释 为什么有四条出洋相的立委改革方案 由黄国昌提出来 解释得通嘛 因为有一个否定期的柯文哲 在主导这个政党 那你反过来再问你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如果今天国民党没有朱立人会不会 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 那国民党如果今天没有 民进党没有党主席 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 民众党如果没有柯文哲会怎么样 垮了 就垮了嘛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政党之脆弱可见一斑 太恐怖了